我的中文名字叫龙睡羊 我从小就很喜欢艺术 就一直都在从事艺术这个行业 其实也是蛮长的这个事件 所以我个人来说也不会说换到换到其他商品 就是一直在从事这个 不管是说 curator还是测载人还是艺术家 测展人也属于艺术家这个范畴里面 但是测展人跟艺术家很不一样的工作方式 测展人他是会展示艺术 怎么样去呈现一个艺术艺术展览去进行工作的 那artist本身艺术家本身是在创作他个人的一种艺术的概念 更多的是围绕着作品去进行创作 而测展人就是围绕着艺术家的作品 然后去呈现去进行这个工作 那我最近这10年都是在做测展人这个工作 其实也是跟我读书 我在法国读的电影导演这个专业是有关的 我觉得这个跟测展人跟导演这个行业还是很相近的 他必须要做一些planet 做一些前期的这种筹备 然后设计 然后怎么实施 到最后把整个艺术家的面貌给展示出来 它是有一个很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 这个体验我觉得跟艺术家做创作的这种过程 这种process是很不一样的 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产色的照片不算是摄影 黑白的照片才是摄影 那这种说法 其实在最近这两年 我通过研究传播学就知道 其实这个说法是背后还是跟社会学传播学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这个我就具体去说了 但是黑白摄影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它跟现实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因为彩色的照片可能显得更加写实 更加具有记录性 但黑白的摄影可能会更强调这种艺术的感觉 它跟整个现实我们眼中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它就变成了一个单色的东西 它完全是跟我们的现实是趋离开来的 这是我驱使我做这个黑白摄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讲到中国的这个艺术圈 跟加拿大的艺术圈 从整体感觉来说它很不一样 中国的艺术圈本身就承载着一个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个积淀在里面 无论是传统的艺术的这样的艺术家还是当代艺术家 它对于整个中国的这种古老的文明 它的一个积淀是存在的 它是非常的深深厚的 那加拿大其实我移民到来加拿大时间并不是很长 本身加拿大也是一个新型的社会 它的历史的时间也没有很长 然后加拿大的整个community 都是各国不同的地区 欧洲亚洲的移民聚集在这里 特别是温哥华 相对比东东来说 是一个移民聚集的地方 然后还有原来的这种原住民的艺术 所以它呈现的是一种共融交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围绕着一种现代文化 当代文化的一种生存的一种状态 在加拿大 所以它显摄跟中国的这种背景很不一样 包括我们平时聊天的东西可能都很不一样 在这边可能会更广阔的视野 因为我们必须要认识了解不同族裔 他们正在做什么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在国内可能对于海外来说 还是处于某种猜想或者联想 通过一些外部的资源 比如说媒体互联网去看这个世界 从一个里面看外面 在加拿大其实更多的 我们就更感受到存在于一个全球化的这种生态圈之中的这种感觉 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好像天使会啊 好微信啊 他对于传播艺术家的信息 当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因为世界对于艺术家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 他了解的渠道都是很少的 现在有了社交媒体的话 他其实普通大众对于了解艺术家的方式 其实会相对更容易了 但其实据我所知道 也是现在也很多艺术家 他也很抗拒使用社交媒体这种工序 因为他觉得我就做好我的东西就好了 我不需要向人家去推广 如果我的作品是好的话 他始终会好 我可以说我还是蛮同意这个观点 因为艺术家如果花太多时间在社交媒体 媒体上面的话 其实会我们说就很很就会分心了 对于他的创作也是有影响的 可能会更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 但有一部分艺术家他不一样 他可能是更介入到整个社会的这种视线发生上 好像比如说最近的一些 BLM的词啊 还有很多全球化的一些事情啊 他可能在这些东西上面有他的思考 所以他可能他更会希望通过社交媒体来传递他所表达的这种内容 然后这又是另一种方式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逆的潮流 就是我们回到一百年前 甚至一百五十两百年前的时候 摄影刚发生的时候 刚刚有摄影的时候 所有人都吓坏了 都不需要画画了 当时其实西方的整个绘画已经做得蛮解释的 好像安格尔他们这些画家法安西艺术 法安西学院的这些院派画家 英国的这种学院派的画家 他们的解释能力已经很好了 但是摄影一出来 他们基本上就完蛋了 他们已经是没人去看他们的 都跑去摄影家家里面 我要拍一张照片 其实跟现在这种状态还是蛮像的 我觉得因为这个数码的潮流 互联网的潮流起来 现在用手机就可以拍照了 然后大家都在这个social media上面分享 整个潮流都在逆转 然后照片又显得没有那么值钱 但是摄影我可以说 它只是艺术里面的其中一个载体 如果它是一个真正的艺术的话 它就有它存在的必然的价值 它跟普通我们所使用的这种拍照的工具 跟普通的照片 还是有一个相对大的差别 但是普通人的这种手机拍照 现在反过来也在影响了艺术 比如说现在我们用iphone就可以创作作品 甚至现在很多人也反过来说 我用摄影机去拍照模仿 普通人他平时用手机拍照的那种方式进行一种创作 现在也是一种很精心的一种操作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都在互相的影响 艺术就是这样子 它跟社会它是在互相的这种影响发酵的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问题 这张照片是我05年的时候 在法国 当时还在法国 是在法国东部的一个小城市 叫不上宋 被张松 这个城市里面拍的 这个是在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庭院里面 那我拍这个照片的时候呢 是使用一种私交的一种方式去拍摄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作品 反正看起来有点好像虚虚的感觉 好像没有对上教 这是我的一种当时的一种特异的处理 因为我在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当这个拍摄来下来的这个录像 它是虚的 而不是很实的时候 就好像我戴着眼镜 但我把眼镜脱下来的时候 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我们所称为的虚项 这个虚项 它是真实存在的 还是其实是一个虚幻的东西 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在当时我也是拍了一系列 跟这个虚实有关的这样的 就是在拍摄的时候 我没有刻意的去对焦 也是没有就把那个自动对焦给锁定了 让它变成了一个手动对焦的状态 然后用手去调调动那个调焦法 随意的在调动 当然也是根据我跟对象的这个距离进行判断 它到底是远还是近 然后去调这个木像 它是很虚呢 还是虚一点呢 还是让它变得很实了 这个像 那当时是在作者的想法 当时是在作者的想法 但是为什么会变得很实了